AudioJungle 核潜艇在南海接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检阅的画面震撼了整个世界 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南海海域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48艘舰艇76架战机万余官兵参加授阅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上阅兵 正值美国航母罗斯福号在南海展示肌肉之际 出奇博弈的中国海上阅兵被认为是对华盛顿业态战略的反制 由海军专家对《环球时报》表示 与中国上一次2009年海上阅兵相比 这次阅兵凸显出近十年海军作战力量体系得到全面重塑 习近平12日在阅兵时指出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这届政府重视增强海权 中国海军自信展示强大实力 德国新闻电视台12日指出 在中美海军在南海及太平洋地区展开竞争之际 习近平首次南海阅兵是为了给不断崛起的中国海军注入强大的动力 中国海军已经从较为薄弱的一环跃升为地区最具威射的力量 报道称 此次海军演习包括七个舰艇作战群 十个空中梯队展示出集团优势 中国第二艘航母也将于2020年投入使用 尽管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制约中国 但中国军事崛起 似乎并没有受影响 此次阅兵发出了一个信号 即中国海军争走在世界一流海军的路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2日称 以中国在阅兵和军演中展示的舰艇数量看 毫无疑问 中国是在这个政治敏感地区显示军力 华盛多邮报12日称 身着泥彩服的习近平主席 站在中国最先进的驱逐舰甲板上 对海军官兵表示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 这令人联想到上个月 他在两会闭幕前 誓言保卫中国每一寸土地 称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习近平对南海舰队进行突击阅兵 发新社12日称 习近平与水手们一起吃饭 并公开表达了建设强大海军的紧迫性 报道还说 中国的阅兵恰好发生在美国航母 周二在南海演习之后 而据美军军官说 两国海军演习的地点 相距数百公里 日本每日新闻第一时间报道了 这次阅兵 称阅兵的目的是 前置在贸易和台湾问题上 与中国关系紧张加剧的美国 报道称 习近平在阅兵后 还视察了航母战斗机起飞着陆的训练 而参加阅兵的舰艇 大约罢数以上 都是2012年习近平主政后配备的 使得这届中国政府重视 增强海权的目标变得鲜明 香港经济日报称 此次南海班人大阅兵 主要是出三大重要信号 一是展示强军姿态 二是提升威信 三是反制美国的印太战略 此次阅兵呈现七大亮点公开资料显示 新中国史上此前进行过四次海上阅兵 1957年8月 周总理受毛主席委托 在青岛检阅了北海舰队前身青岛基地官兵 担当主角的是四艘从俄罗斯进口的舰艇 1995年10月 中国海军在黄海举行海上阅兵式 担任旗舰的是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 它是人民海军第一代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大型水面战舰 2005年8月 中俄海军在黄海连演结束后 举行海上分裂式 中方的旗舰仍然是哈尔滨舰 2009年4月 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公开的海上阅兵 在青岛举行 有30多国河地区的海军舰艇参加 共25艘中国舰艇授跃 战略核潜艇长征6号首次露面 英国经济学人当时这样报道 中国领导人检阅了从核潜艇到两栖攻击艇 轰炸机等硬件 唯一缺失的海军军力元素是航母 今年的海上阅兵显然填补了这一缺憾 一名匿名中国军事专家 对《环球时报》记者总结说 此次海上阅兵呈现七大亮点 一是授阅海上部队 以双冲队代替胆冲队行进 授阅舰艇数量明显增多 二是大型舰艇明显增多 排水量小于千吨的小型舰艇 从授阅编队中消失 三是新舰艇明显增多 老旧舰艇难密踪迹 四是授阅潜艇数量成倍增加 五是新型作战力量明显增多 例如新型核潜艇 航母 驱护舰 登陆舰 大型远洋博起舰 海上救生船 远洋医疗船 远洋电子侦察船等 悉数量下 六是舰载直升机 反潜巡逻作战等十个空中梯队 接受检阅 说明海军航空兵已形成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 七是习主席的讲话暗示 中国海军下一步还有更令人期待的发展 军事专家李杰 12日对环球时报表示 此次阅兵是真正有实战背景的阅兵 参加海上阅兵的全体人员都身着迷彩作驯服 这是以往没有的 事实战化的体现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叶 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通过本次海上阅兵可以看出 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 中国已经成为海上强国 阅兵当天宣布台海实弹演习 三亚海事局此前发布警告称 中国海军11日起将在三亚南部海域 进行三天军事训练 华盛顿邮报12日评论称 这次训练显示了中国对海洋权利的主张 12日就在公布海上阅兵消息之前 三亚海事局宣布这次训练也提前结束 同时福建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称 台湾海峡18日将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 相关区域禁止驶入 中国宣布在台海进行实弹演习的消息 与习近平在月 兵时有关海军重要性的表态发生在同一天 华盛顿邮报12日晚间报道说 事实上 这个巧合也引起了境内外媒体的普遍注意 香港经济日报12日称 阅兵当天中国官方同时通报 解放军下周将与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军演 为两年半来首次 反制美国打台湾牌的意味很强烈 事实上 特朗普政府签署台湾旅行法 鼓励美台官员交往 又一向台方转让潜艇技术 每一件都触动中国大陆的红线 解放军此次演习颇有警告美方误打台湾牌 并警告台当局 无以美国撑腰之意 德国之声12日称 中美海军在南海轮番演练 可以看作是 中美在南海角力的继续升温 一位匿名的军事专家 12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从限定水域可以看出 18日演习位置 靠近台湾海峡北口的大陆一侧 如果辽宁舰参加演习 将实属罕见 此前辽宁舰航母编队都是从台湾海峡正常航行通过 此次若在海峡内参加实弹演习任务 那就是带有实战背景的训练 意义非同小可 这对一些图谋不轨的设例将是巨大震慑 环球时报记者 郭苑丹 环球时报 驻新加坡 日本 德国 特约记者 新宾兰雅各 青木 陈阳 阅读更多内容 请参见今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或下载 登陆新版环球XM客户端 作者 郭苑丹 跌兰雅最先 雷